新闻播报本是一女子鹰 服用大量催情药导致中毒 我和几个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下一秒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我老婆中毒昏迷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真是胡闹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吃呢 就算吃也要在医生指导下才能服用啊 那只绿帽龟竟然是我封了室的寻找尖夫 他回我家庭我就毁他一生 本是一条鹰服用大量催 情药物的女人火上了热搜 酒桌上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 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这社会这种买卖都做到高档会所里去了 你们懂啥 这叫与时俱进什么生意都得跟上潮流 我拿着手机跟着几个朋友打哈哈 可下一秒我就笑不出来了 新闻镜头里被担架抬出高档会所 但女人身上的衣服我有些眼熟 和我老婆今天离开家里实穿的衣服竟然一模一样 我自我安慰这肯定是撞衫了 回去得让她把那件衣服扔了否则太恶心 但当我看到从担架上掉在地上的那只鞋子时 刚刚缓解的心情瞬间支离破碎 新闻里的那个女人似乎就是我的老婆刘若霖 那双鞋是我上个月特意找手工师傅为她定制的 我心里有事实在坐不住了 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告别几个朋友开车回家 路上我给刘若霖打电话可是不管怎么打 一直没有人接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肯定是那个手工师傅做了一双一模一样的 卖给了别人 虽然这样想有些自欺欺人 可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刘若霖那么爱我我不相信她会背叛我 我不相信刚回到家我便接到医院的电话 您好请问是刘若霖的家属吗 她现在在我们医院 情况不太好您能过来一趟吗 我有些忙 情况不太好她怎么了这个 这个电话里说不清楚您还是尽快过来一趟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赶到医院医生告诉我 刘若霖因服用了大量催情药物导致中毒 现在还在昏迷中催情药物 我脑袋翁的医生仿佛被雷劈中了一半 医生点点头表情严肃 是的而且剂量很大如果不是送医及时 恐怕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真是太过分了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吃呢 就算吃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 真是胡闹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医生你确定是催情药物吗 医生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是不是催情药物你还不知道吗 如果你真不知道 你还是等他醒来之后去问他吧 我走进病房看着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的刘若霖 心中五味杂沉 愤怒悲伤失望疑惑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坐在床边看着床上的刘若霖 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 难道新闻里的那个人真的是他吗 他为什么要服用那种东西难道 他背叛了我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就如同野草一般在我的脑海中疯狂滋长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猛地站起身冲出病房 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去了电视里播报出来的那家高档会所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是会员制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直接掏出一叠钞票 拍在大堂经理面前 我要看监控 大堂经理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职业化的笑容 先生请您跟我到贵宾室 我没有说话一路跟着他来到贵宾室 刚坐下大堂经理笑着倒了一杯水递给了我 先生您要看哪天的监控 今天下午从你们这里抬出去一个女人 这件事情想必你记得我要看她来的时候的监控 大堂经理愣了愣眼中流露出一丝一样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先前的笑容 先生请跟我来大堂经理将我带到监控室 并命令工作人员按照我的要求调取当时的监控 监控画面里刘若灵河一个男人相拥走进高档会所 因为画面模糊我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面目 但是那个男人的身影看上去有些熟悉 而且我发现他左腿有些拐走起路来有些不方便 这个男人是谁你们认识吗 我指着屏幕问大堂经理 大堂经理摇摇头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我心中冷笑什么不能透露 说白了就是钱还是没给到位 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这个大堂经理犹豫了一下 说那位先生在那女人被抬走不久 从后门离开的我想不明白扫黄抓到了刘若灵 那为什么没有抓到这个男人 最可气的是还让这畜生从后门溜了 愤怒之下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医生曾经说刘若灵服用了大量催情药物 如果猜测没错的话刘若灵服用大量催情药物后 身体无法承受导致中毒 那个畜生怕出人命这才让人拨打了120 想到这突然一种被欺骗 被背叛的愤怒和屈辱感涌上心头 经理我想查一下前台的登记记录 看完监控我直接向接待我的这个经理提出要求 对不起先生这个还真办不到 我们这里接待的都是高端客户 万一将他们的身份信息泄露的话 我们承担不起 我看了一眼眼前的经理 我只看有关于那个女人的记录 其他的我不看 大唐经理似乎看出了什么 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再说话 而是从兜里又掏出了一打百元大钞塞给了他 我只要结果 大唐经理看了看手中的百元大钞 稍稍犹豫了一下 随后转身离开的监控室 时间不长大唐经理返回 将一张纸条塞到了我手里 我知道上面写的一定是 刘若玲和那男人来时登记的信息 我回到医院刘若玲还没有醒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我该怎么办离婚吗 可是孩子怎么办 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就在这时刘若玲的手指动了动 缓缓睁开了眼睛 我这是在哪 过了好一会儿 刘若玲这才反应过来 你在医院你中毒了中毒 刘若玲一脸茫然 我怎么会在医院中毒 你还记得今天下午发生了什么吗 刘若玲努力回响眉头紧锁我 我记不太清了 我只记得 我好像和朋友去了一家咖啡厅 咖啡厅我冷笑一声 你确定是咖啡厅而不是高档会所 刘若玲脸色一变眼神开始躲闪你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别装了 我猛地站起身将手机里的监控截图扔到她面前 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刘若玲看到照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怒吼道 刘若玲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却始终不肯开口 你不说是吧 好你不说我自己查 我转身就走却被刘若玲一把抓住 别走她哭着哀求 求求你别走 你还知道求我我甩开她的手 你做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想想孩子 刘若玲哭的梨花带雨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冷笑一声 原谅你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原谅你 刘若玲哭着解释 我 我并不是真的想背叛你我只是 说实话我想听她的解释 哪怕是谎言只要合理我都能接受 不为别的我要替孩子考虑 我父母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婚 我一直跟着父亲长大 所以我知道离役后的子女会承受什么 我不想让我的子女也经历那种痛苦 只是什么我只是 我只是刘若玲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刘若玲咬着嘴唇 忧郁了很久才终于下定决心 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我只是 只是一时糊涂糊涂 难道这就是背叛我的理由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了医院 初秋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没有一丝暖意 我茫然地走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感觉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该怎么办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我回到家满脑子都是 刘若玲和那个模糊男人的画面 我无法想象那个曾经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的女人 竟然会背叛我我痛苦 万分却无处发现 我拿起手机想找人倾诉 却发现通讯录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 父母朋友同事 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放下了手机 这种事情我能跟谁说我该怎么说 说我妻子出轨了 说我被绿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我痛苦地抱着头 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是刘若玲的妹妹刘若兰 姐夫我姐呢 刘若兰一进门就问道 还在医院我淡淡地说 我姐怎么样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碍 休息几天就好了 那就好那就好 刘若兰松了一口气 姐夫我姐的事情 你 你想说什么我看着她 姐夫我知道我姐对不起你 但是刘若兰欲言幼稚 但是什么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姐这一次 孩子是无辜的我冷笑一声 难道我就活该被戴绿帽子吗 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打断她 你让我怎么原谅她 你让我怎么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姐夫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难堪 但是 够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姐夫走吧 我关上门 无力地靠在门板上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困兽 在绝望的深渊里挣扎 我冷静下来决定离婚 尽管我那么爱她 但是我无法忍受她背叛我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都无法接受 虽然离异后的孩子会无比痛苦 可那总比让孩子 跟刘若林这种人 在一起生活得好 离婚后 虽然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些性格 可总比改变她一生好 我联系到了当地法律援助 一五一十地说明了 夫妻不合的原因 律师根据我的情况 拟定了两份离婚协议 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将协议书寄给了刘若林 刘若林得知此事后 不顾一切从医院跑回家 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原谅 老公我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懒得再去听她那些废话 我只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敢破坏我的家庭 那我就让她生不如死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说那个男人是谁 刘若林咬着嘴唇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却始终不肯开口 好你不说是吧 那我们法庭上见 我转身就走 却被刘若林一把抓住 老公不要走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孩子 也不能没有爸爸 我笑了 你现在才知道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竟然还替那个人隐瞒 我最后问你一次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刘若林依旧没有回答 蜷缩在角落里不停地哭泣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先回医院吧 有什么事 我们等你出院再说 我找借口将她送回医院 临走时 她将皮包落在了家里 但我没有告诉她 我打开了她的包 包里除了手机钱包钥匙之外 还有一张小区的门卡 我拿起门卡 仔细一看 上面写着四个字 东越华府 我们家住的是新越小区 而且我们家 也没有东越华府的房子 那这东越华府的门卡 又是怎么回事 想到这一道人影 不知不觉间出现在我脑海里 刘若霖有个男闺蜜 叫田红斌她家 就住在东越华府 自从我遇见刘若霖时 我就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由于她是刘若霖的男闺蜜 所以这些年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除得也不错 可是关系再好 田红斌也不可能 将自己家的门卡 留给刘若霖 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起监控 画面中 那个模糊男人的身影 那道身影 似乎跟田红斌的身形 十分相似 只是画面中 那个男人走路的时候 一瘸一拐的 我周末去打篮球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我正想着一个 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以为又是那些 推销电话 或者是卖保险的 没有接直接将电话挂了 可刚挂断电话 那个号码又打了进来 我本身心情就不好 这个号码一直打进来 使得我的火气 一下子又撞了上来 接通电话 我刚想破口大骂 突然听到那边 竟是刘若霖的声音 老公我的包 是不是落家里了 我刚准备告诉她 包就在家里 可转念一想 感觉不对 如果我告诉她 她包就在家里 到时候她肯定会查的 如果让她察觉 我翻步她的包 到时候她问起来 我该跟她怎么解释 想到这 我立即改口 家里没有 你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没有啊 我下车的时候 特意看了一下 没发现车上有我的包 是吗 那家里没有啊 你再好好找找 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了 听我这么一说 电话里的刘若霖 稍稍沉默了一会 好吧 那我再找找挂断电话 我直接将她的包 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 但是那张 东越华府的门卡 我没有丢 而是收进了自己的皮包 我想看看这张门卡 到底是谁家的 到底是不是田红兵的 处理完一切 我回到公司 等到下班回到家时 我发现家里的橱柜沙发 还有衣柜都有被翻过的迹象 一开始以为是招贼了 可是仔细一想 如果真的是招贼了 哪个贼又会翻完东西之后 把东西放回原处呢 不用问 肯定是刘若霖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回来过 她回来的目的 无非就是在找她的包 确切地说是那张门卡 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会将她的包丢进垃圾桶 简单洗漱了一下 坐到沙发上 开始琢磨 我该如何找出那个男人 刘若霖偷信的事情 已经成为了事实 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么跟她的那个男人又是谁 我该如何把那个畜生揪出来 出轨这种事情 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经不住诱惑 或者是意识冲动 可是这种事情 一旦有了第一次 它就像吸食毒品一样 会让人上瘾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永远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它会成瘾的 而且这种瘾 还不像吸食毒品 可以强行戒掉 它是戒不掉的 不管你意志力多么强 它都会一点点的 将你的意志力蚕食掉 让你一次次放纵自己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如此 这样一来 想找出那个畜生的办法 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也许经过这次事件 刘若霖会在短时间内 克制住自己那种偷心的冲动 但是时间长了 她肯定还会去偷 还会去找那个男人 所以到时候 只要我跟在后面 就能找到那个畜生 可是公司那么忙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如果我不去找 其他的亲戚朋友 恐怕也不好 毕竟这种事情不光彩 一旦捅出去的话 对我的名誉也不好 而且就算有人愿意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估计也很难完成任务 毕竟我身边的 这些亲戚朋友 都不是专业人员 很容易被刘若霖发现 到时候一旦被她发现 有些事情就解释不完了 到时候很有可能 黄泥掉在裤装里 不是屎也是屎了 亲戚朋友不行 我能找的就只有私家侦探 这些人虽然收费贵了点 但是他们的专业水平 还是值得信任的 而且这些人 对雇主的信息 都会严格保密 想到这 我掏出手机 在网上搜了搜 很快 便找到了几家私家侦探 可当我看到价目表时 好险没精掉下巴 用金最少的都要六七十万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 多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 打电话的竟然是田红斌 明轩哥 有时间吗 我今天弄了点海鲜过来 咱哥俩喝点 好长时间没喝了 我现在哪还有心情去喝酒 我这一大堆的事情 尤其是刘若林 他这件事把我搞得异常的烦了 刚要开口拒绝 突然想起了钱包里的 那张冬月华府的门槛 还有监控画面里的 那个模糊男人的身影 说实话 有了这两点 我一直怀疑田红斌 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印证 到底是不是他 这次田红斌主动找到我 我倒省去了找他出来的借口 而且这次还是去他家 想到这 我立即答应了下来 约好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 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第二天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开车来到了冬月华府 上楼梯的时候 我将钱包里的那张门卡 悄悄握在了手里 待一会上去的时候 我先拿这张门卡试一试 如果能打开田红斌的家门 那么就说明 这张门卡就是田红斌给刘若林的 可当我来到田红斌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田红斌竟然早就等在了门口 明轩哥 快进 海鲜都为您准备好了 而且今天我特地准备了两瓶红酒 看到这 我将手里的门槛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再次放进了兜里 是吧 那今天咱哥俩 必须不醉不归田红斌 将我引进屋里 开始从厨房里端菜 我发现田红斌 左脚走路的时候 有些不自然 回想起监控画面 那个模糊男人的身影 似乎也是左脚有问题 红斌 你脚怎么了 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田红斌见我问起他的脚 连忙放下手中的菜 这不前两天 跟朋友出去打球吗 不小心崴了 都好几天了 现在好多了 什么时候崴的 严重吗 就是那天我打电话 约你出来打球 你因为有事没来 我找了别人听到这 我心里咯噔一下 无论是时间体型特征 现在全对上网 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监控画面的那个男人 就是正在忙活 给我上菜的田红斌 确定后我站了起来 说实话 此刻的我真想到厨房 拿把刀子 把这小子大谢八块 我拿他当兄弟 他竟然搞我老婆 可就当我冲向厨房的时候 手无意间碰到了 兜里的那张门卡 对啊 这两个人到底多长时间了 还有我现在把他弄死了 那岂不是我把我自己 也搭进去了吗 就算有一天 我坐在法庭上 跟法官说我杀他 是因为他勾引我的妻子 破坏我的家庭 可是现在我有什么证据 仅凭一张门卡 还是说那段模糊的监控录像 这些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甚至会被人怀疑 我在胡说八道 或者是精神有问题 我要找到切实的证据 还有我不能让这对狗男女 就这么的轻松的活下去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要让他们每天都活在折磨里 想到这 卖出的脚又收了回来 明轩哥 你站起来干什么 快做快做 我稳了稳心神 我见你腿脚不利索 想起身帮帮你 不用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这都快好了 要不今天也不敢 跟你坐在一起喝酒 是海鲜 我接过甜红冰递过来的 筷子和餐盘 红冰 说实话 这两天我还真想找你喝两杯 明轩哥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没有隐瞒 将刘若琳的事情 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当然 我没有说门卡的事情 除了门卡 我去调监控的事情 也没有说 我一边说着 一边有意无意地 看着坐在对面的甜红冰 我发现 每当我提到刘若琳的时候 甜红冰的表情 有些不自然 虽然只是那么一瞬 可是还是被我看在了眼里 明轩哥 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以我对刘若琳的了解 他绝对不可能 做出这种对不起你的事情 甜红冰端起酒杯 抿了一口 看上去似乎像是在遮掩上 还有什么好误会不误会的 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还没 等我把话说完 甜红冰连忙放下手中的酒杯 明轩哥 那刘若琳有没有说 那个男人是谁 此时的甜红冰无比的紧张 握着酒杯的手指关节 都有些发白 没有听到我的回答 甜红冰常常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在这一刻 似乎都轻松了不少 明轩哥 说实话 这件事情刘若琳做得不对 等到他出院的时候 我会找他说说不可 你们两个这么恩爱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 对不起你的事情呢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甜红冰抬头偷偷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什么表情 他忍不住再次开口 明轩哥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 离婚 我无法容忍 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明轩哥 你可不能这么做 不看别的 刚上小学 如果知道家里发生这种事情 你让他心里怎么想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这辈子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自己的子女 走自己的那条路 可是你现在 一旦跟刘若琳离婚了 孩子不是又走回了你的老路吗 我抬头看着甜红冰 苦口婆心的样子 真想上去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要不是这畜生 勾引我老婆 我至于离婚吗 我孩子至于失去母亲吗 果然 人和畜生的区别 不在于表面 而在于皮内 甜红冰表面看上去 人五人六 可他还不如一头畜生 家里养的狗 虽然披着一身狗皮 但是他忠诚主人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考虑过 之前那句话 我确实也说过 可是我现在看见他就恶心 怎么可能 还会跟他生活在一起呢 我说完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无力抵抗在座位上 看着对面的甜红冰 我想知道 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如果我换作是他的话 我就会趁此机会 劝对方赶紧离婚 之后再编个理由 迎娶若琳 可是甜红冰的回答 令我很是意外 他竟然让我将刘若琳 当临时雇佣的保姆 但绝对不能离婚 他这样做 着实有些反常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一时间想不明白 再说吧 现在我脑子很乱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我说着端起红酒 又蒸了一杯 他这次整的海鲜 本就不多 时间不大 被我们吃得一干二净 红冰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陪我多喝两杯明轩哥 没问题 不过这菜你得稍等一下 我再去弄一点 不用那么麻烦 楼下不是有一家烧烤店吗 我们去那里喝 我不等他反应过来 拉着他的胳膊 下了楼 到了楼下烧烤店 因为我们两个人 经常来这家烧烤 所以店老板 对我们非常热情 我本就没有什么心情 吃这些东西 所以随便点了一点 经常吃的 店老板答应了一声 拿着菜单进了后厨 红冰 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 看见格子里没有其他人 我开口问道 其实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放在他家了 其目的就是想看一看 那张门卡到底是不是他家的门卡 可是他一直跟着我 我根本没有机会去验证这一点 所以这才想了一个忘记带手机的点子 没看见呀 是不是忘家了 我故作寻找摸了摸自己的兜 估计是忘在你家 你把钥匙给我 我回去拿一下 田红冰听我要向他索要钥匙 他犹豫了一下 明轩哥 不用了吧 这么老远 折腾一趟没必要的 一会咱们还回去呢 老弟 不行啊 你别忘了 刘若玲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怎么办 田红冰听到我提到刘若玲 只好选择妥协 明轩哥 那你在这里坐着 我上去给你拿 我知道他之所以愿意自己跑一趟 无非是怕我翻找他的家 从他家里翻出来一些不该翻到的东西 可是我的目的不是翻他的家 而是他家的门 你腿脚不好 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等他开口拒绝 我伸手摘下他腰间的门卡 卖不出了烧烤店 很快便到了他家门口 在来时的路上 我已经将刘若玲包里的 那张冬月华府的门卡 握在了手里 我用这张卡抬手一刷 门真的开了 我之所以一直想求证 这张卡到底是不是田红冰家里的门卡 因为两年前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刘若玲开始时不时都会到外地出差 有时候是三天 有时候是两天 最长的时候是一周 当时我还在纳闷 以刘若玲的工作性质 根本涉及不到出差 当时因为这件事情我还问过他 而他告诉我的原因 是他的职位要有所变化 现在出差 是领导想让他提前适应一下 这种事情在职场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我也没有太过在意 现在想起来很有可能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就搞在一起了 甚至比这还要早 我进了门 拿上自己的手机 并没有过多停留 再次回到了烧烤店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我装作喝得烂醉如泥 同时假装接受了田红斌的意见 可是他不知道 他和刘若玲的好事已经走到头了 我之所以接受他的意见 就是为了放松他的警惕 只有让他们放松警惕 我才有机会找到更多的证据 我才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果然我这么一说 田红斌像是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放下似的 整个人看上去都无比的轻松 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之前的那个问题 田红斌为什么没有就此机会 怂恿我跟刘若玲离婚 他为什么还要让刘若玲留在我身边 这一点很古怪 而且每当我想到这件事 总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回到家里 我好好睡了一觉 这些天实在是太累了 第二天刚到公司 儿子的班主任打来电话 说学校要组织一次应急救护培训 让学生学习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 其中包括了解血型和输血的关系 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能够正确应对 我听得云里雾里 最后才弄明白 就是让我们家长陪着学生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血型报告 之前这种事情都是刘若玲去办 现在他躺在医院里 只能由我带着儿子去 可检查报告出来后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和刘若玲都是B型血 可我的儿子却是A型血 我找了当时的值班大夫问问是不是搞错了 可是值班大夫告诉我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带着儿子出了医院 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不是医院出了错 那么只能说明一点 我辛辛苦苦养了十几年的儿子 不是我的 看着在前面蹦蹦跳跳的儿子 我不想承认 后来我又带着儿子去了其他几个医院检查 结果与一开始的一般无二 我儿子的真是A型血 这件事情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而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儿子的检查报告交到了学校 不管这其中隐瞒着什么事情 那都是大人的事情 孩子是无辜的 可有些事情必须要搞明白 我趁儿子不注意的时候 取了他两根头发 随后丢掉公司里的事情 去了一趟外地的医院 据说这家医院做亲子鉴定 做得非常好 挂号交费 我带着儿子的头发来到检验科 站在门口 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说实话 我非常害怕 这一步迈出去 如果儿子是我的 那还好说 可如果不是我的 我该怎么办 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的话 这件事情将会成为我永远的心结 恐怕我到此那一天都无法瞑目 思来想去 我最终还是走进了检验科 检验结果需要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我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整天浑浑噩噩呆待在家里 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 我的心彻底凉了 孩子真不是我的 我刚准备离开医院 医生打电话急忙将我再次叫了回去 这令我一颗沉到海底的心 再一次看到了一次希望 亲子鉴定弄错的概率很小 但是不代表没有 现在这么急急忙忙将我叫回去 肯定是出了问题 弄不好就是他们搞错了 回到医院 正当我准备质问他们的时候 医生却说我有中毒的迹象 而且是一种罕见的慢性毒 医生问我最近都吃过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 最近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都是一些平常的饭菜 其他就是在招待客户的时候 在酒店吃的那些东西 可是医生却摇头否认 说我服用这种毒素 最少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 绝对不可能是饭菜的问题 五年多 这让我不由想起了五年前 那次犯卫病的事情 当时公司规模还没成行 我为了能够让公司尽快成行 整天出去陪着客户喝酒 一来二去 我的胃患了严重的胃溃疡 医生虽然一直在告诫我 让我戒酒戒心戒辣 可是在商场中的人都明白 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还是刘若霖在他老家 找了一种偏方 一种专门养胃的偏方 说他们那边的人胃不好 多吃这种药 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吃了几克 效果果然不错 从那天开始 这些年来我一直服用这种药物 想到这 我将随身携带的药丸递给了医生 医生只是闻了闻 便确定我之所以中毒 就是因为这种药丸 药丸中含有大量的窗屋 我不知道窗屋是什么东西 后来经过医生介绍才知道 窗屋这类草药有驱风除湿 温精止痛的功效 但含有乌头碱等毒性成分 长期服用会对心脏 神经系统等造成慢性损害 表现就是心率失常 身体神经麻木等 这两种情况我确实经常有 曾经跟刘若霖也说过 当时刘若霖说 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大 不经常锻炼导致的 后来因为工作太忙 我也没太注意 现在看来不是我工作压力大 而是这药丸导致的 医生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停止服用这种药丸 之后我再给你开一个解读的方子 医生不瞒你说 我都胃不好 需要这个药丸调理 医生看着我很诧异 谁跟你说这种东西能治胃病了 这就是一种慢性毒药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整天在想什么 有病不去看医生 就知道瞎吃听到这 我整个人如遭雷劈 刘若霖明明跟我说 这种药是治胃病的 怎么会是慢性毒药 我开了解读的方子 出了医院 随后派了心腹 暗地里去了刘若霖的老家 可是心腹反馈回来的消息 让我感到一阵害怕 在刘若霖的老家 根本没有人服用这种药 那么也就是说 他想让我死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算他不爱我 他也没有必要取我性命啊 这时我不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田红冰 种种事情放在一起 我有了个大概的猜测 回到家里 我特地买了两瓶好酒 请田红冰吃饭 田红冰也没客气 坐下来喝得很高兴 他虽然放得很开 可是我感觉他 还是对我有些防备 从晚上一直喝到第二天天明 田红冰喝得烂醉如泥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用剪刀剪了几根头发 随后将他的头发 和我儿子的头发 再次送到了检验中心 结果检查报告显示 两人属于亲父子 想到这 我却明白了 之前田红冰之所以 没怂恿我跟刘若霖离婚 而是一直劝导我原谅他 就是为了让刘若霖 留在我身边 让我继续服用那种药丸 根据医生的说法 现在毒素已深入骨髓 如果继续服用的话 我用不了半年 就会撒少人寰 半年后 我死了以后 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 恐怕傻子都能想到 肯定是田红冰 因为孩子是他的 原来这么多年 我一直被人玩弄在鼓掌之中 而不自知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 他们不小心 让我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恐怕我连死了 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的 既然想玩 那我就让你们玩得尽兴 打定主意 我花高价钱 请了一个私家侦探 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个女的 据说她是他们圈里 业务最牛逼的一个 我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对方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处理完这件事情 我回到公司 开始着手对付田红冰 我所创办的公司 是一家建筑公司 而田红冰 则是我们最大的建材供应商 我谎称接了一个大订单 要求她囤积大量建材 得知此事后 田红冰既兴奋又眼红 我知道她眼红什么 我也知道她在兴奋什么 她向我索要预定金 但我以工程规模庞大 资金周转不开为由 直接推脱了 她也没有防备 因为在建筑行业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很正常 她也没有过多怀疑 开始大量疯狂囤积建材 为了达到我的要求 她将自己所有的积蓄 全部压了上去 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 又拉了很多贷款 明轩哥 三千万的建材应该够了吧 半个月后田红冰找到我 看得出 这段时间把她累得不轻 整个人都显得危免了许多 红冰 三千万的建材怎么可能够呢 这次可不是一个小项目 明轩哥 兄弟实在搞不到钱了 你能不能支付点定金 这样兄弟也好捣捣手 我知道现在已经把她的老本掏空了 可是这样还不至于让她死 我还是以资金周转不开为由 给推掉了 看我鸡毛不拔 她有些不高兴 但是我无所谓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你拿不下来的火 别人未必拿不下来 她也没有办法 只能再去建 半个月后 她再次找到我 说这次她囤积了近七千万的建材 我看了看 差不多了 红冰 老哥我针对不住 由于甲方的原因项目取消了 听到这个消息 田红冰好险当场晕死过去 明轩哥 那我囤积的建材怎么办 现在就算是退回去 我最少得亏损一半 而且你是知道的 我囤积建材的钱80%都是贷款 你我兄弟一场 你得帮帮我 不要说挣钱最起码 别让我亏了看得出 田红冰是真的急了 放心吧 你我兄弟一场 你又是刘若琳的好闺蜜 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死 听到我这话 田红冰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时间匆匆 又过去了一个月 田红冰再次找到我 这次他恼了 说如果我无法解决 他手里的那些囤积的建材 就要到法院去购我 这一点我早有准备 甚至一开始 我就计划好了 我一直让他囤积建材 可我从来没有跟他 签过任何合同 包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面对面谈的 所以就算他把我告到法院 他也拿不出来 实质性的证据 只要我一口否认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田红冰走后的第二天 刘若琳从医院到了我公司 要求我帮忙 我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将他和田红冰出轨的证据 甩在了他的脸上 同时还有那些 他为我特地配置的 药丸的检测报告 刘若琳 你我夫妻一场 你竟如此歹毒 要不是这次你们露出了马脚 我恐怕死了 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们竟然为了谋去我的财产 不惜要杀我 既然你们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见我如此决绝 刘若琳当即跪爬到我身前 明轩 求求你原谅我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跟田红冰合谋陷害你 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求求你原谅 不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也看在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这一次行了 提到孩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 抬腿将他踹到一旁 刘若琳 你还有脸跟我提儿子 你看看这是什么 刘若琳捡起地上的亲子鉴定 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整个人都实话了 他知道 事情的真相 我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 现在在狡辩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两个月后 田红冰因多项罪名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者 就是田红冰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主使的 包括刘若琳跟我结识 跟我结婚 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策划的 刘若琳作为从犯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我们的婚姻 也在这次审判中彻底结束 爸爸 妈妈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为什么总是不回来 连个电话也不打 你妈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需要去很长时间 而且是不允许 跟家里人通电话的事情结束后 我每天除了工作 剩下的就是 陪着这个不是我儿子的儿子 温习功课 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 是错还是对 但是我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孩子是无辜的 还有一件事情 令我很烦 之前我请的那名私家侦探 最近一直缠着我 最可惜的是 他没有经过我同意 竟然擅自去学校 接我的儿子放学 还口口声声 称是孩子的母亲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养赞 养赞